市面上有许多护眼台灯 都声称它们是零闪烁 那么这些灯到底有没有闪烁呢 我们选用了美国市场上卖的最热的两款台灯 请专家做个鉴定 这是Amazon上介绍的两款台灯 它们都具有可淘光的这个功能 而且是Amazon上卖最好的数一数二台灯 在这个Amazon上 它们的网站都说它们没有闪烁 那么下面我们检测一下 看看这两款灯是不是正方所说的 完全是零闪烁的 那么到底用什么方式来测试呢 首先我们可以用手机来测试 手机可以拍到比较大的闪烁 当把iPhone2靠近LED灯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上面没有很明显的平行条纹 所以呢 从LED这个灯的iPhone2的照片上来讲呢 我们看不出来它有较大的闪烁 手机没能拍出的闪烁 并不代表这个灯没有闪烁 那么第二步呢 我们可以用试波器来测试 我们最严格的方法是用试波器检测LED灯两侧的电压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灯呢 打开了 打开以后呢 里面是一个LED电路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在二波器 我们在试波器呢 可以看到一个尖锋电压 这个电压呢 非常高 那么这就是一个闪烁造成的原因 因为变化的尖锋电压呢 会造成比较大的闪烁 现在呢 我们用试波器的交流档 再测一下这个LED台灯呢 在调光状态 它的电压波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试波器的屏幕上 有五条纵的竖线 中间有一条横线 中间的横线呢 就是直流电压的基准位置 而这五条纵线呢 是交流电压 在直流电压附近的波动 这五条纵线的中间 线与线中间的间距呢 是20微秒 这表明呢 它有一个高频的一个纹波电压 它的频率是五万赫兹 那么这个高频的纹波电压呢 就是造成闪烁的根本原因 当我们把试波器 它的最小时间段 从10微秒 再调得更小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 在尖锋电压 在小的刻度下 它具体的波形是什么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 当它的刻度 调到纳秒级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调到50纳秒 这时候呢 它的一个尖刺呢 变成了一个震荡的波形 这个震荡的波形呢 是它纹波的真正的一个波形 它的峰峰值呢 大概在8毫幅左右 然后呢 我们再一步把时间缩小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交流电压呢 变成了一个V字形 这个V字形呢 也是上下峰峰值在8毫幅左右 这就是它闪烁的 纹波电压的最清晰的波形 纹波电压必然造成闪烁 接下来的这款台灯 同样是用手机拍不出来闪烁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是什么原因 以及这款台灯的波形图 又是什么样 第二款台灯呢 我们先把它打开 可以发现呢 它有一个白色的散光片 然后呢 我们把电压呢 就是测它的LED两端的电压 首先呢 我们设在调光的ZD档状态 我们可以发现呢 它有一个三角波的波形 这个波形呢 也是它的纹波 这个三角波的波形呢 尖峰之间呢 相距20微秒 那么说明频率是25000赫兹 这是第三档的调光状态 这时候呢 我们一看到 它的纹波电压呢 峰峰值接近40毫幅 而它的这个交流频率呢 大概是25000赫兹 这个频率和这样的一个 峰峰值接近40毫幅的纹波呢 必然会造成较大的闪烁 现在呢 这是第四档的调光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这个LED技术呢 它始终采用这个调节脉冲的宽度 来达到一个调光 这个灯呢 它的纹波呢 峰峰值在40毫幅左右呢 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闪烁 那我们就说 人眼中呢 是很难去感觉到这个闪烁的 因为它的闪烁呢 频率在25000赫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